五一黄金周期间,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国际大巴扎迎来旅游高峰,景区里导游绘声晦涩地讲解着观光塔的建筑风格,游客或拍照留念或专注聆听。 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新疆旅游望的景象回来了。 巴扎译为市场集市。新疆国际大巴扎是新疆旅游业产品的汇集地和展示中心,也被称为新疆之窗,成为众多游客到新疆后的必选打卡之地。 不论是通过高速公路自驾还是乘坐飞机来新疆的游客,多数都到此一游。 经连货高速串联起来的吐鲁番、乌鲁木齐、天池更被誉为经典线路,高速公路也给新疆旅游带来源源不断的游客。 步行街是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人流密集之处,东西及南北走向的两条步行街交汇于步行街大舞台,身着维吾尔族服装的舞者登台表演,欢快的音乐、优美的舞姿吸引了众多游客。 来自沈阳的游客林园告诉记者,在壮观建筑、歌舞表演中感受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。 款式各异,价格不一的手工艺品及文创产品则让他挑花了眼。 新疆一直是我们特别想来的地方,所以正好这个假期就过来了。 感觉就是民族特色挺浓厚的,各种产品,特别是新疆的特色产品也挺多的,连满目的。 大巴扎也是一个之前做的攻略,说是一个集市,然后就看一看当地的风土人情,还是很不错的。 记者了解到,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有超过3300家商铺,从业人员余6000人。 景区步行街负责人方超告诉记者,针对五一假期,景区提前做了货源等充分准备,还增加了新的品项。 我们为五一假期做了充足的准备,比如说是货源的充沛的准备,为游客们提供最大的优惠和实惠。 旅游的情况已经成一个反弹趋势,我们也相信近年的五一会形成一个小的爆发期,会越来越好。 近年来,新疆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,为自驾游提供了便利条件的同时,如连货高速、独库公路等,成为将内外自驾游爱好者向往的网红公路。 林源称,接下来几日将通过自驾游的形式游玩新疆北部,美景一定在路上,相信此行会留下更深的感触。 我感觉高速挺多的,因为我们经常全国就是自驾游,特别有趣,特别是像新疆这么复原辽阔的地方,肯定会有更多的期待。 我们是走自驾,我们在乌鲁木齐机场已经租完车了,是走伊丽那趟线,因为在新疆这个地方,地大物博,而且新疆其实很多风景一定是在路上的,自驾的感受一定是更好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